嘿嘿,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們又見面啦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看過很多鬼片吧 其實也不一定很多啦 像我自己也是一個蠻愛看鬼片的人 像最近有一部題材我覺得蠻有趣的 網美 就是看網美的事情 婚車、斯特、鬼屋、分裂、安娜貝爾 多婚劇、神癡、RAW 之前引起討論度很大的內部 喝了一次血之後 最後一直想要吃人肉那個 相信最近很多電影 大家應該都耳熟能香 像我自己 其實這些鬼片我蠻愛看 可是我更愛的是那種 比較有意義的鬼片 像是比如說逃出絕命症 或像隔離島 隔離島我真的大推 沒有看過的人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每一次看 你看的角度都不一樣 抽絲不能找到很多不一樣的細節 可以從很多個角度去剖析 最後的劇情是怎麼樣 真的非常棒 大家都看過這種很長的鬼片嘛 那你們有沒有看過這種短的 兩分鐘、三分鐘 可是做的卻很精緻 其實這種鬼片在國外非常的流行 我今天就先簡單跳三部來跟大家分享 如果還有興趣的人 可以去下面簡介來看 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 也是很經典的 第一部呢 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The Smiling Man 微笑的男人 聽起來跟Slenderman很像對不對 因為他們其實都是美國的都市傳說 Smiling Man的起源是在2012年 從一個叫做Reddit的美國論壇 有一個網友發布了他自己 親身經歷的一篇文章 主要就是在講述他半夜走在街上 被一個微笑的男人追的一個狀況 當時被大家瘋傳之後 清成了一個美國當地的都市傳說 OK 那來讓我帶你們看一下 蛤 又飛了 欸 我為什麼要說又 3 2 1 開始 Smiling Man 搖擺 搖擺 我 東西 搖擺 我 說 搖擺 CHA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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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